那下一首歌呢 我们都知道是人间佛教 因为我们先听的是人间音缘 那什么是佛教 人间佛教呢 其实心理大师有指导过 Just do it 就是去做 要发愿 有愿一定成 所以下一首歌呢 就是由孙明慧来带来这首歌 我愿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 孙明慧她要怎么样的诠释 这首我愿呢 请欣赏 我愿做一根蜡烛 我愿做一只花笔 我愿做一颗灯 照过海岸 只因光明 我愿做一颗大树 只看野猫 我愿做一颗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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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野猫 哦 碧影无人 Zither Harp 愿做一枝花笔 彩绘世间增添美丽 我愿做一棵大树 吃饭也忙而必如人 我愿做一本书籍 展现真理给人指挥 我愿我做一方大地 不再终生 生长过了含物 我愿做一本书籍 展现真理给人指挥 我愿做一方大地 不再终生 生长过了含物 我愿做一棵大树 做一棵大树 燃烧自己这两片柔 我愿做一棵大树 我愿做一棵大树 好 那这个是孙明慧 然后年轻就是不一样 声音一出来 它就是非常干净 非常通透 可是呢 这影片也是好可惜哦 没有歌词 那还有呢 在唱的时候呢 其实呢 语言 它是有温度的 它有温度 它有颜色 它有空间的 那所以当我们要在唱歌之前呢 其实可以建议大家 先把歌词多念几次 当你很熟的时候呢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唱得出来 加上这首歌呢 也是大家应该人间音乐里面 必点的一首歌 我愿的这首歌 因为最重要是 周翠玲这个作曲者呢 把这个歌呢 唱得把它做得太好 因为你大家仔细看 前面的歌词呢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 大师说的是 我愿 讲我愿 是一根蜡烛 蜡烛呢 是小的 然后过来呢 它就会什么样 我看一下歌词哦 一根蜡烛 然后燃烧自己 然后照亮别人 它是个小的 然后画笔 就比较 这个size就比较大了 所以你在唱的时候呢 你的声音就慢慢要放出来 过来它变成一盏路灯了 照颇黑暗 指引光明 你发现画笔就变成路灯了 然后呢 它最后第四个是什么呢 变大树了 大树呢 就可以知凡夜貌 辟引路人 所以呢 周翠玲 他在编曲这个时刻 你会发现 一开始呢 都是小的 到最后 有两个 你发现中间过门 中间副歌的时候 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愿意 他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书籍 展现真理 因为这个东西是看不到的 是给 在脑袋里面 是给 增长智慧的 然后到最后 刚刚我们看到 孙明慧他整个声音 放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变成一方大地 普在众生 生长万物 其实呢 这首歌呢 也是不好唱的歌 一首歌曲 然后气息方面 也是要非常 支撑的非常好 所以呢 大家呢 要多多练习 我们每个人的呼吸 然后呢 我愿这首歌呢 你会发现 前面都是我愿 我愿 我愿 那就刚刚我说的 每一首歌 每一个歌词 都有它的温度 那如果你前面是 配小的 比如说 是蜡烛 那你第一个我愿 你就不能唱太大声 你不能前面都很大 我愿 不能这样 因为你是蜡烛 所以你是 小小的 一火点 所以 我愿 那一样 我愿的我呢 是唱的比较短 那愿比较长 那通常 大家会唱 我愿 那愿就比较长 其实 我 我愿 在我 我来发这个愿 就是 我愿 所以愿反而是比较轻 所以呢 每一个我愿呢 要唱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 很喜欢歌曲 你其实每一首歌呢 都是必须去 精准地去计算 你这个音量 大概多少 你的情绪面是什么 你的感觉 你的颜色 是什么 所以应该是 每一个我愿 都是不一样的音色 这样子 你的歌曲 才会比较层次 有颜色 有温度 然后我们现在呢 感受到五愿 它其实呢 是 给的文化 佛光山 我们有三好 四给 那给呢 感觉好像是 只是给出去 那其实呢 给是自立利他的 一个力量 是一个流动的 一个能量 那我现在讲一下 给呢 大家应该很清楚 四给是哪四给 第一个 是给人信心 第二个呢 是给人欢喜 第三个 给人希望 第四个 给人方便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四给呢 全部体现到 我愿 这首歌 那所以 希望经过今晚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去欣赏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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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